早安 欢迎收看八点新闻 我是刘亦涵 带您关心最新消息 今天早上都有点多 警方在台北市建国北路领检时 发现一部造车不愿停下车来受检 还直接冲撞领检点 最后失控自撞路边的护栏 而车上总共是两男一女 开车肇事的男子 还直接跳到路边的草丛逃逸 详细情形把时间交给记者称呼 国民党台南后币党部金船 被人放置了疑似暴力物 警方要约监视器发现 昨天凌晨有个男子 提着塑胶袋走向党部 放下袋子多久就没离开了 直到下午党部人员才发现 这个可疑的袋子 查看里头有两罐透明的液体 还接了电线 以死时暴裂物立刻报警处理 今天是远东航空正式停飞的第一天 一大早在松山机场的远寒柜台前 就有不少民众等着要退票 但是民众的火气也蛮大的 因为最后居然退不到现金 我们下期再见